作为全国油菜花开的最早的地方 云南罗平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天成花园 每年初春 罗平壮观的花海都会吸引数万国内外游客 请来赏花踏青 3月4日 2017年中国云南罗平 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互联网家 农旅文化主题活动媒体发布会 在云南罗平县隆重举行 本次活动由罗平县人民政府 和淘宝天下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罗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奇艺 云南省域负责人张建波 淘宝天下副总经理李鸿博 发布会上 罗平县政府还与淘宝大学签订了 电影商人才培训基地战略合作协议 与淘宝天下签订了 农旅文化营销传播战略合作协议 助推罗平县全域经济发展 全国40余家主流权威媒体 亲临现场参与此次活动 另有上百家媒体参与活动报道 本次利用网红直播这种新颖时尚的方式 让罗平的旅游进一步和互联网结合